白卦佛法第五册第二十八篇 学做菩萨不离菩萨道 学佛人随乐远离 虽然很快乐 但是你远离了佛菩萨的行为 你虽然很快乐叫随乐 但是你已经离开佛菩萨的心 就像很多人在酒吧喝酒一样 跳舞他开心吧 他好像很开心 实际上远离了佛性 而不宜身心静 因为你没有达到你本性身心的尽头 就是达到真正的快乐 你今天喝酒也好 你去快乐也好 那是一时的 而我们现在学佛人要得到的快乐 那不但是仪式 而是永生永世的 你今天可以有点钱 开心得不得了 买个你喜欢的东西 吃点什么 但是你是一时的 你这种意念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 一转身就没了 很快就没了 师父让你们学习的佛法 是要让你们心中法喜充满 永远快乐 而永远快乐的人 那是菩萨 为什么菩萨能永远快乐 因为菩萨是永远在众生当中生存 永远在众生当中的人 就永远得到快乐 为什么 因为帮助人家是最快乐的 很多人退休了 在家里没事了 天天看看报纸走走路 脑子越来越僵化 越来越不行 到后来身体都不行了 很多老人家退而不休 出来做功德 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他活得挺好 他没有一点感觉到自己退休 实际上他在精神上是充实的 一个人学佛 要学到精神上的愉悦 那才是真正的愉快 我们要怎么做 才是菩萨的行为 就是我们不能离开众生 用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我们不能离开大家 你一个人在家里 你不会开心的 你房子再大 你一个人天天在家里好了 你开心吗 有一个船员讲过一个事情 他告诉我说 一个万吨级的游轮 他们出海三个月 这个船大不大 我们一般跑到船上去 房间都找不到 这间 那间 饭厅 还放电影等 三个月肯定不会寂寞的 你知道 他们三个月下来呀 寂寞呀 难过啊 实在没事做了 就这么一点地方 三个月跑来跑去 连每个角落 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没有东西可以玩了 你不要以为 你家里大 你寂寞啊 到最后没办法了 海员把那些电影 反过来放 头朝下 脚朝上 寂寞啊 空虚啊 一寂寞 人就开始空虚了 我们今天 为什么一到观音堂 一到东方电台 我们就开心 如果没有人的话 你们也不开心的 你们开心 是因为这么多的人啊 因为每来一个人 都给你带来法喜 因为来的人 都是众生啊 你的价值就上去了 你就是菩萨了 众生不离开佛 佛不离开众生啊 要是你今天来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有 说说看 你能高兴吗 你这么大年纪了 在这里开心吗 开心呀 觉得自己有价值啊 大家都来跟你讲话 都来跟你问好 你还能帮这个帮那个 你晚年还能这么快乐 谁给你带来的 菩萨给你带来的 大家凭什么冲着你 这么合掌拜呀 今天你周阿姨来了 大家都冲着你这么拜 你没感觉你是菩萨吗 开心呀 这是你自己自身融入了众生当中 你才能成为菩萨 今天没有这么多的人 你怎么能够体现你是菩萨呢 而且你现在跟我们在一起 很多人客气地叫你老菩萨 看见小的叫小菩萨 因为是众生啊 众生养育了我 为什么耶稣在最后的时候说 把我钉在十字架上 凡是有罪的人 他们的罪全部到我身上来 实际上他也是菩萨呀 替众生悲罪 替众生受苦的人 他就是菩萨 你们有几个人肯啊 拿点东西都不肯 讲一句话都不买账 学得好佛吗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是以平等心来照顾众生的 今天你们不管是谁 到了这里 只要到了观音堂 都是平等心 你们都是众生 你们都是学佛人 你们都是菩萨 这就叫平等心 你只要以平等心去对人家 人家一定把你视为菩萨 用现代话讲 你很公正 人家一定拥护你 你这个人不公正 人家就不会拥护你 你们每个人都好好想一想吧 就是你们在弘法当中 也给我放公正一点 做什么事情都要公正啊 要经得起考验 心中要有一杆秤 要对得起菩萨 你们眼睛看菩萨 你们是众生看菩萨 你们看得准吗 叫你们做点事情 贪心出来了 恨心出来了 就小小的一个分配工作 你们都要公正 不要我喜欢他 不要我喜欢他就多给他一点事情做 不要我恨他就不让他做 这样是做不好工作的 这叫有漏 功德白做 你们是徒弟 做什么事情 你们几个负责人都要当心 不要开玩笑 忙了半天 以为天上菩萨都不知道的 这是功德有漏 师父告诫你们 要启发众生的慧名 就是说 每一个众生都是有慧根的 你要说他好话 多启发他 比如说 周太太 过去脾气不是太好 你就不停地跟他说 周太太 实际上你的良心挺好的 你很善良的 周太太 你知道吗 你帮助多少人了 你脾气不好 是因为很多人不理解你啊 实际上 你人很好的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的 但是呢 如果你脸上多笑笑 你脾气再好一点的话 说不定大家更加对你好 这个就叫启发他的慧根啊 他一听 是啊 我就是个好人啊 我一辈子又没有害过人 你把他的慧名 慧根就启发出来了 帮助人家 要这么帮助的 这样才叫菩萨 凡事 度众生的人 一定要具备慈悲心 如果你想帮助人家 你想度他 你自己一定要具备慈悲心 师父再给你们加上三条 除了慈悲心 还要有喜舍心 欢喜心 能够舍得的心 哎呦 我时间不够啊 我自己要怎么样 舍不得 我去度他 给他送书 还要花车票 还要在外面吃午饭 本来 我自己在家里 可以弄点饭吃的 这些都要舍 要欢喜的去舍 要开心的去舍 舍了不开心 拿脸色给人家看 也不行 今天帮着大家做饭 如果谁的妈妈 今天给人家做饭了 忙的做了一天了 接下来发牢骚 我累死了 为了你们 给你们做吃的 你说 人家谁吃啊 吃得下吗 要是很开心的 叫大家吃 就叫喜舍 要懂啊 喜舍喜舍 是这个关系 要具备菩提心 帮助众生 向众生讲佛理 你不停地 向众生讲佛的理论 你就是人间菩萨 人间菩萨是什么 就是永远 不停地给人家 讲佛的道理 人间菩萨 是具有菩萨的慈悲心 但是在人间的菩萨 有的也没有断除爱增心 并不是人间的菩萨 都能断除爱和增恨的心 因为你的肉身在人间 你就很难完全断除爱增心 菩萨 菩萨为什么要下来救人呢 他就是为了以后成佛 人家说大学生为什么还要读书啊 因为他想成为研究生 那么普通医生为什么还要读一个专科 因为他想成为专家医生 往上的不称为贪 菩萨想成佛 那是一种进取 很多人说 我求很多事情 你自己都能看出 你是思求还是供求 如果你说 我要求菩萨开我智慧 让我更好的救度众生 你说 这个算不算贪心啊 你说 菩萨 请你保佑我涨工资 你说 这个是不是贪心啊 要明白 菩萨 如果在人间 有一点点贪 和称恨的心 称之为爱见菩萨 就是有感情的 去见到很多事情 但有感情色彩的 去看见很多事情 这个菩萨 就要更加好好的修了 这就是说 并不能完全 本着平等度众生的菩萨行 所以 这种人间菩萨 还会有苦恼 我把你们 现在称为菩萨 你们在度众生的时候 都有烦恼 你们现在 只看见师父是菩萨 你们没有看到自己 就说明你们的境界很低 你们没有把自己 看成菩萨 你们拜什么菩萨 学什么菩萨 你们现在每个人 都没有把自己 看成是菩萨 你们才有这种爱憎心 所以你们要更好的修 一定要断除爱憎心 你们要平等的度众 否则 你们心中 还会有苦恼 因为 你们在人间的习惯 和很多的毛病 还没有彻底的洗干净 为什么 一个菩萨 从小生出来 长到七八十岁 想想看 你在人间有没有染啊 你就算本性是菩萨的话 你会不会在人间有染拙啊 很多人跟他讲起来 啊 我就是菩萨 对呀 你是菩萨 你染拙了没有啊 没有彻底的干净 所以你带着这种染拙 去度众生 你就度不好众生 你今天 本身 自己贪身吃一大堆 你说 你怎么度的好人家 你今天 带着目的的 说我去度他 我想得到他的利益 他是在 某某公司里做的 他以后 可以对我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 这种人 能度的好众生吗 这就叫 没有佛菩萨的平等心 看看师父 今天收了这么多的徒弟 弟子 收你们这些人的时候 人家说什么 人家说 师父收的这些徒弟 都是老弱病残 为什么要收啊 平等的 老也要收 弱也要收 病也要收 残疾也要收 那才叫菩萨 那些人讲师父 更证明 师父就是行菩萨的 老弱病残 周阿姨就不救他了 小黄就不救他了 所以 我们度众生 如果不带烦恼账 就是不要起烦恼 去救人到一定的境界 没有感觉 去度众生 你就能圆满 所以 学佛 学菩萨的人 不要以自己的喜好 不要以自己的姻缘 去度众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